你們就是俄語 就去採摩 哎呦 要演唱的就說自己打拚啦 就說怎樣啦 用這樣來賣掉啦 我聽你替你艱苦 不是不是 我要打擦一下 我真的覺得說 如果這樣就有效喔 我覺得你要繼續講啊 應該有效 我真感謝你們的關心 這拚就生成都已經有就有了 對不對 你又拿去沒有意義了 但是 很多其他的朋友說 如果要演唱會就打拚 那那個拚就打拚了嗎 沒有 好我知道大家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生病了 然後又病又好了 又生病了 是什麼回事 我拚沒有 我告訴你 我來講 我跟妳講五分鐘不要談話嘛 拚就不好 五分鐘是怎樣 但我今天最辛苦的就是說 你不要一直有很多 也不是很多啦 有些人 你們就是俄語 就去找他們 哎呦 如果要演唱會就說自己打拚啦 就說怎樣啦 用這樣來賣掉啦 我聽你替你艱苦 不是不是不是 我要打擦一下 我真的覺得說 如果這樣就有效喔 我覺得妳要繼續講啊 哈哈哈哈 妳很有效啊 我現在開始了 可是為什麼說 那麼多人都覺得說 比如說有一些人就是 留言指責這件事情說 又要開演唱會又生病啊 我反而覺得說 這些人可能是一群 不過大家了解我 哇演唱會居然是這樣形成的 然後辦一個演唱會 所以不要說他啦 我們連幕後的人都壓力大到 是好幾天就沒辦法吃飯了 對啦 妳問他我唱歌還不用抗票房 我只是去紅人房在那邊唱一首歌 我真感謝妳的關心 這八道生成都已經有就有了 對不對 妳又拿去沒意義了啦 但是很多其他的朋友說 如果演唱會就打拚 那那個八道就丟掉了 妳應該這樣嗎 沒有 我應該這麼 應該不講 不是 我來解釋一下 應該是說 如果講生病就會有票房 就不會聽到那麼多 有人在討論這個事情 然後可見來講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很在乎票房 他只要不要講就好 你知道人喔 就是做這個事情 忍不住要講出來 然後呢 其實他每次講內容 不是只有講生病這個事情 就是其實大部分在講別的事情 但是對於我也 因為我做媒體 我非常知道說 媒體覺得那個才有話題點 其他找不到話題點 妳又沒有什麼話題 妳一樣嗎 我太平凡了 就是弄個廢文嘛 對不對 我們兩個嗎 我覺得我不要 我不要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知道大家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說生病了 然後又病又好了 又生病了 是什麼回事 我病沒有 我告訴妳 沒有 我來講 我跟妳講個五分鐘 不要講話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病就不好 那五分鐘是怎樣 哈哈哈哈 後來妳講 就是 我覺得喔 就是到我們這個年紀喔 不管什麼病喔 都是複雜的 對啦 就是 一定是又身體又心靈 然後又有很多糾結 然後又有 那個心情樂觀跟悲觀 是起起伏伏的 一直在那邊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像超級超弱一樣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時代 很多人在心靈上跟精神上喔 就是有一些受困喔 我覺得 這個時代是大家很多可以同意的 嗯 因為這樣的人真的很多 嗯 我覺得會來聽牙魂唱歌的人喔 我相信喔 就是他每首歌都唱來了喔 大家也會很感動 就像我唱來了 哈哈哈哈 因為他深植在他的粉絲 會去聽他演唱會的人的心裡面喔 已經是一種 靈魂伴侶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你成立經歷的東西 你不知道怎麼講 我用一首歌幫你寫看看 嗯 其實是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交情 不然他的演唱會 我跟你講就是說 會一再一再聽的人 就是那種心靈交換伴侶的概念 所以這些感覺是 我覺得外人很難理解啦 對啊 只是說 如果外人一直要討論這個事情 我覺得聽個人多少情緒 也會覺得 收音一下就覺得有雜訊 所以這次說 我們今天要領經點笑的 我們說話都是真的